我相信我們後面有非常熱情的業務同仁可以做洽訊 我相信今天說明會的話 應該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優惠 可以如果說在現場可以做採購或下載的動作 頂接著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幾個主題 第一個是所謂的VPN的中央管理系統 第二個部分是針對無線AP的部分的管理系統 第三個的話是針對所謂的Switch的部分 第四個的話是針對4G VPN的相關應用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剛剛我們Dank哥有提到 就是針對IOS的部分 VPN的一個Solution的解決方案 首先我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剛剛可能在座的朋友有詢問到 目前基地設備的話有支援的這個型號分別是哪些 目前中央管理設備的部分的話 大部分會坐落在我們的硬體 Bigger的這個防火牆上面 大部分就是說針對29系列的話幾乎都有了 幾乎都有 如果說是硬實的核心的話 例如說是300B或者是3900的話 目前的話也會有資源 那因為硬體的等級不同 所以資源的數量的話也會有所不同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能網路加工比較大 那你可能限制的數量比較多的話 那你也可以選用就是 剛剛也有稍微介紹過的一個 所謂的軟體式的一個ABM的負擔系統 那目前的話這個軟體的話它是free的 那之後的話可能會有因為你數量不同 而會有所謂的授權費用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管可以試用看看 那至於被控端的部分的話 有分成無線AB跟Switch 那無線AB的部分目前的話 幾乎全部的型號都可以支援到 那Switch的部分的話 目前就是1090、1100、2261這幾款型號 那陸陸續續的話 它的韌體如果說upgrade之後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Switch的部分 新的型號出來的話就會做資源 好 那這個架構的話 其實是滿一個基礎的架構啦 那包含就是說待會兒我展示畫面來講的話 也會依循這個架構去做檢視 那當然可以看到就是說從左手邊來講的話 我把它定義為一個所謂的主控端的一個角色 那中間以及右手邊的話 它分別是扮演一個外聯的一個角色 那外聯的角色的話 通常大家可以不外建置的方式 例如說是透過3、4G去做一個對外連線的動作 那或者是說一般用ADS有線的方式去做建置 那但是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在我最上方的 這個黃色的這個bar 只要你有辦法做對外連線的動作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透過VPN的這個機制 來跟我主控端去做聯繫 進而我主控端的話 就可以做一些中央管理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圖的話其實大家就是稍微 老海中稍微記憶一下這個架構 是非常實用的 好 那我現在就針對VPN中央管理的部分 來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說明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一台設備的話 我目前架設的這個設備 是用我型號2925的這個系列 那我主控端跟背控端 我都是用2925這個系列 來做一個展示 那我們先看主控端這邊 我們一般就是 我相信在做對VPN的架構的話 應該是有一定的這個認識 但是通常在做設定參數的部分的話 可能並不會那麼熟悉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受限於 你對設備的這個熟悉程度的不同 那如果說你今天遇到外點多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困擾的程度會更加更加的深刻 那所以GE的話提供這一項管理的機制 就是在方便簡化你做VPN設定上面的困擾 那他如何做一個簡化的動作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是用GE的2925這個設備的話 我相信你今天在找VPN的設定的時候 基本上就有一點小小的困擾啦 因為可能你必須要先做study之後 你才知道說這個VPN的設定 到底是在什麼項目 那以我2925這個系列來講的話 我們VPN的設定的話是在 VPN與遠端存取的這個項目裡面的 Land to Land 裡面我要去訂一個所謂的VPN的provide 那我相信做到這樣子的程度的時候 可能各位如果說沒有做先前的study的話 可能也不曉得說這幾個項目 到底我哪些要設 哪些不要設 那我家的設備就已經是這樣子的一個負責的話 那更何況是各位如果說手邊是有其他 其他廠牌或者是國外的廠牌 他可能有面臨到譬如說Face 1、Face 2 或者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甚至你要設什麼Trum、通道啦 最後設定完之後還要再套用到 所謂的Firework的Policy上面 甚至於還要補上所謂的路由資訊 這樣子整體設定完之後 IPsec才會通嘛 對不對 那光講這個的話就已經聽得補煞煞了 所以GE為了這一塊的話 其實他做了一個很貼心的這個管理機制 那我們看一下 我在主控端這邊 我只要在 各位可以很明顯看到這邊有一個 Central Management這個項目裡面有個VPN 好 我們先在General Setup這個地方 啟用所謂的這個頁面裡面的 CSN的SSL Port 或者是CVN的Pol 那這邊定義完之後呢 我再定義好一組所謂的 讓外點的設備 連接我主控端的這個帳號密碼 這個是公用性的 那在主控端這邊定義好之後 其實就好囉 我就不需要再去定義我剛剛 VPN與遠端存取的這邊的定義 都不用喔 那我們直接跳到第二台 我扮演外點的這一台2925 你看看喔 我現在從頭到尾都沒有去設定 所謂的VPN的這個主項目 我直接拉到System Maintain裡面的TR069 因為我們這個機制的話 他是透過TR069的這一個通訊 通訊協議 把我Louter上面的參數的資訊 丟回到我的主控端那一台設備 那因為我主控端那一邊 我在後台已經有一個VPN的一個腳本在 所以當我這個資訊跟我的腳本結合在一起之後 我的主控端就會派送這一份的Commit 到我遠端的外點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只要在這邊做一個註冊的動作 註冊為這個主控端這邊 我的每一個外點 都可以一致性的完成VPN的設定 就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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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三次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真的很簡單 那所以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我已經告訴了我的外點 這邊的一個基本參數 因為我要指定說我主控端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我只要把主控端的IP 以及我們剛剛設定好的那一組帳號密碼 定義好之後 啟用可奈端的這個CPE 我只要做一個確定之後 來我們試一下 好 然後他發現這個綠色連線圖號 表示說 你已經外點可以跟主控端這邊做聯繫了 那我們如何驗證呢 好 我們回到主控端這邊來 主控端這邊的話 我們看 剛剛是Generosella 我們看CPE的Management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主控端這邊 就可以發現 已經有一台設備跟我聯繫 那跟我聯繫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進一步去 針對外點去做一個細部的設定 那我們剛剛回過頭來 我們看一下 它的VPN的Carlo 它的VPNCarlo 會不會建立起來呢 因為我現在這一個Convict檔 已經準備要做派送的工作了 所以我的VPNManagement的這邊 會有一個圖示 展示說現在我已經用TR069的這個機制 已經撈到遠端的這台機器了 那你準備跟它用什麼方式去做VPN的連結 因為我們在VPN的Management 這邊有做一個圖示 讓你很清楚的去看到說 目前有哪幾個外點 有被接觸到 那你要怎麼去施行這個VPN的設定呢 很簡單 我只要抓這個外點 按右 按左鍵 它有這幾種的形式 讓你去建這個VPN 好 那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選PVTB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設定到有沒有派發成功 我們在Log跟Alert的這個選項 就可以看到囉 如果說它已經有派發成功的時候 你看前兩筆就可以完整的帶出來說 你剛剛要我去做設定的東西 我在Local 就是我主控端這邊的話 我已經派送完成了 那我遠端的那一台 是否也已經派送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看驗證一下 你看 在我們設備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VPN的Connection的Log 你看就已經有出現連線了 那更神奇的是呢 我們在剛剛一開始介紹給各位的 一堆繁瑣的參數設定的這個頁面 你看它也已經幫你自動 Povide都已經設定好了 Povide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這樣子簡便的設定 我相信 對 如果說你再建設一個 比較複雜的一個 多外點的環境的VPN的架構下的話 絕對 我相信他牌的這一個 防禦角色培應該沒有如此之快的一個設定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您手邊如果真的有這個Vigor的設備的話 不妨回去可以試用看看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 剛剛的主控端的這一個畫面 如果說你今天已經有成功的讓外點 設備已經註冊回來的時候 除了VPN它有可以做建立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做一個細部的管制 細部的這個管理 細部的管理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設定Povide 設定簡單的設定檔 去把遠端的這幾台外點設備 做一個設定檔的備份 或者是說還原 甚至於就是說任體可以做一個統一性的一個派發 這樣子的話就不需要一台一台 去連到外點的設備去做管理 這是藉由這個中央管理VPN的這個機制 可以一併做一個lauter上面 設定檔或者是任體的一個備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非常可以讓一些懶得管理的一些網管人員 去做一個非常輕鬆的一個設定 那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針對這個區塊的話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地方想要提問 好 那針對我剛剛講的這一塊的話 有沒有特別想要提出來的這個疑問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這一個Pov圖的 我們剛剛的話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VPN的建立 那實際上的話我們也是可以去做修改 那修改的話 如果說今天可能你的環境 有可能因為政策上面的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更改你的連線方式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透過這個頁面 直接去做點選 直接去做變更的動作 剛剛我們是用VTB的方式去做連結 那其實當我們剛剛從這個主控端這邊 去做一個修正的時候 它的連線的方式就可以進一步去做一個變更 進一步去做變更 那你也不需要遠端去做修改 也不需要從你現有的這個Povide去做修改 你直接告訴我們的設備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做點選 只要輕鬆的去做點選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的ClientSite是加在一個動態IP下面 它只要有一段線的話 它就會自己再重發點選擇嗎 然後直接進去 動態IP的話其實就是一樣 像我剛剛這個架構圖 動態IP的話我們可以比擬移成 右手邊的這一個項目 那如果說它的線就斷了 它實際上它是會reconnect的 沒有問題 並不會就是說你斷線了或從太極了 這個VPN就因此而斷線 不會 因為它彼此 它其實後台的話 它在做連線的話 它有一點像有個del detection 就是彼此做一個偵測的動作 就算是你今天不用我中央管理的那種機制 去建這個VPN也是一樣 我們區域的設備的話 在做建立VPN的時候 它都可以幫你去 你要去設定說 要用pin的方式去偵測 還是用什麼方式去偵測都可以 基本上斷線的話一定會再重演 這是沒有問題 好 這是沒有問題 好 這個就不敢它 先不敢它 好 那再來就是我把 我把待會中間休息之後的另外一場的APM 我拿來這邊先跟大家介紹 好 那APM的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是針對所謂的無線AP 去做一個管理 那無線AP的部分的話 一樣喔 我們透過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我們透過CVM的這個機制 將VPN的通道打起來之後 我現在的架構 然後是把我的AP放在我的外點 就是剛剛這一台2925的這個後端 那因為我VPN的話已經建通了嘛 所以我在主控端這邊 主控端裡面的一樣在 Central Management這邊裡面有個AP 我一樣就可以看得到 這兩台AP的存在 各位可以看到 這兩台其實是放在這兩台下面 因為 這個網段 來 這邊看一下 我現在主控端這一台是 IP是192.168.79的網段 那我遠端的話是80的網段 那我現在這個AP的話是放在80的網段底下 這個是80的 這個是遠端的網段 那我底下的話有兩台 這一個無線AP 分別是AP810跟AP902 這兩台AP 分別是IP是.3跟.4 那因為VPNTunnel的話已經有建立起來 我現在在79也就是說我現在是在這台79底下 我透過我的中央管理的機制 我從我的AP的中控的畫面的話 我就可以看得到這兩台機器 那看得到這兩台機器 我們可以做怎麼樣子的一個行為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統一派送他所謂的AP的一些相關資訊 例如說他的無線的名稱 例如說他的無線加密的方式 例如說他的Channel 例如說他要不要定義說 最大的最上限的連線數是多少 或者是Airtide的那個FailMix的這個參數 也就是說AP上面的一些00總總的一些參數 我們都可以透過統一性的 這個中控的管理機制來達成 那這個統一性的中控管理機制的話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預先讓你做一個初步的位置規劃 也就是說像我這個範例來講的話 我把一個平面位置圖上傳到 我這台設備上面來 然後它這個管理機制 它會貼心的讓你去定義說 你現在這個平面位置圖 它的距離跟範圍是有多大 那例如說我現在我隨便把它填了 就是說我這個平面空間的話 譬如說我的這個展場 或者說我的OBIS空間 我是200x100米這麼大 那我200x100米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今天是用了我的AP 90107 或者是902 或者是810 我可以打的範圍大概是會在這個空間裡面 多遠 覆蓋的範圍多大 我可以在這個位置圖上 我可以輕易的去做標示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讓你的管理者以後在配置這個無限AP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我們這樣子的機制 簡單 二要的大概的抓出你那個位置點 這個是它管理機制上面額外做的一個function 我個人是覺得還滿不錯 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你在做一個報表的展示 或者是說跟公司回報你的這個配置的進步的時候 這樣子的圖就可以讓一些比較不熟悉的 這一個決策者可以一目瞭然 來驗證就是說你配置的AB的數量 到底是否是恰當的 所以這個輔助的一個工具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不錯 當然就是說我們一般一樣 就是說延續我們剛剛前頭這個VPN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可以除了把這個lauter的config 匯出、匯入跟任體更新之外 相對我在AB的這個項目 我一樣可以做到這樣子的功能 我一樣可以把我遠端的各個IP 各個AP的config的 我都可以把它背出來 甚至於做一個分位upgrade的動作 這個就是在管理的部分的層面 另外就是說分析的層面的話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管理的系統 去看到我目前AP上面的 每個AP的流量 我目前使用這台AP而帶出去的網路的流量 分別是多少 我們可以輕易地在這邊去做觀看 甚至於就是說 整體的流量 它使用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到底是如何 那如果也可以輕易地透過 我們上面有一個AP的detection的狀態 可以讓你去選擇說 你除了配置正確的數量之外 那你所在點它的周遭是否有其他AP的存在 進而你可以調開它的channel 來做一個最佳化的參數調整 那這些功能集結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在整體的建置上面 相對來講會比較輕鬆 否則的話呢 以往我們在建置無線的環境 通常就是一頭霧水 也不知道我AP 一來不知道要放哪裡 二來不知道要放幾顆 第三就是說 假設你放多顆了 你又沒有一個統一控管 這要逼的就是說 MIS如果10台 你要開10個頁面去管理它的頁面 那這些好處啊 重點是在於就是說 我相信其他廠牌的話 也應該會有中央控管系統 但是操控管理系統通常 它的價格一定不會很便宜 一定不會很便宜 那具體科技其實它就是標榜 我們是窮人界的Sysco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設備上面 我們就是要在窮人界裡面的話 也要達成這樣子有一個中央AP控管的一個機制 那這樣子才不枉費啊 我們新聞所打的這個 我要當這個窮人界的Sysco的這個口號 所以有了這個機制 各位就可以放心大膽去布置你的AP了 布置你 因為早期太多就是客戶有提到 如果他AP數量一多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方式可以統一去做一個管理 那我相信現在這個機制的話 就可以非常的符合就是說 目前大波素人的一個需求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問他自己會自己溝通說 他的POWER的大量是有什麼 他的Sysco的AP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在我們剛剛提到這個AP的 這個Provide這邊的話 就可以定義你剛剛講的那一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我說他會自己知道 我自己會比較有一點點 如果在這個服務的我自己幫他 其實所謂的自動偵測 這個都是要他被中央管理的機制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Provide這邊 他其實有很多參數 他其實有很多參數 可以讓你去定義你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包含就是說有一些roaming的行為 或者是說如果你是走2.4G 遇到如果有人是拿G的 也有人是拿N的 那會不會影響到這個AP執行 這個G跟N的一個效果 那這些細節的參數 當你統一派送之後 他就會自行去做一個運算切換的動作 但是我要再次想要就是說 一般可能大家認知就是說 Romi他到底會不會自動去做切換 這個其實絕大部分的原因 還是要坐落在使用者端的裝置 那在AP本身 就是說各家的AP在處理Romi這個機制的話 各家有些許的不同 但是最大的相同點是在於就是說 他其實會把認證的這一塊的程序 完整的就是從第一顆AP Pass給其他AP 這樣子讓使用者在做切換的時候 他就省去了這個驗證的這個程序 因而你會感受到好像比較快 但是大前提我還是要強調 大前提如果說你使用的裝置 他自己不切 你也沒辦法 那了不起就是說我設備會有一個容許限制 比如說你使用者的無線這個AP 我就定義我只收30個 超過30個我把你踢掉 那我把你踢掉之後 你不能來連我這一顆的時候 也許你的網卡就會自動去討 另外一個可以連的 那這個其實很多機制跟技術的話 可能在各家會有所不同 因此效果會有所不同 但是原則上就是說 我們的統一派送的這一個Covic檔的話 他仍然是有很多參數可以讓你去優化 去優化 那前提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這個管理系統 所以你在調這個東西 就會變得相對比較簡單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no balance就是剛剛有呼應 就是你剛剛提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有稍微提到的 我可以把連接的速度 或者說連接的這個訊號強弱的問題 來做一個適時的切換 來適時的就是把它打掉 把它踢掉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no balance的這個機制上面的話 也可以優化 就是說 理解是在這一個 或者說 可以踢掉 對 就是我們有一個